你们不是铁了心不回来了吗 妈 你怎么可能铁了心不回来了 我们俩这来不就是父亲请罪来的吗 妈 您坐直了啊 爸 您坐好 我们错了 请你们原谅我们 请你们原谅我们 原谅 原谅了 你妈 你妈她原谅了 爸 我回来的主儿说想说什么呢 这个点点怀孕了 妈 这次是真的怀孕了 你看 我连钻戒我都买了 妈 你看 这钻戒不能骗人吧 是不是 而且我琢磨着 赶紧呢 就把这婚礼就赶紧办了 好 妈 这次来呢 也主要是想 这个 跟你们二位商量商量 怎么办这个事啊 你们钻戒都带上了 还跟我们商量什么呀 你是我妈 我不跟你商量我跟谁商量啊 而且妈 你看这点点这说话 这肚子慢慢就长起来了 你说这一天大起来了 就让杰弗斯林看见 这面子上过不去 说他闹死多不好 是不是 所以妈这赶紧得 把婚子给结了不是 是啊是啊 这都已经有了 这总不能作孽 把孙子给打掉吧 不能吧 妈 阿姨 这个是 医院的诊断书 妈 你看 这次是真的 妈 你看下来 阿姨 阿姨 是我不好 全部都是我不好 你别怪小丁 是我死缠烂打 你非得缠着她 非她不嫁 什么呀 是我非 你不娶 阿姨 之前是我错了 我年轻不懂事 我不讲道理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你就原谅我一次 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想宝宝出生以后 她肯定不希望看见 妈妈跟奶奶成天吵架 阿姨 我 我跟你保证 我伺候您 我像亲妈一样对您好 那个 小贤和 和我妈以前也不对付 现在俩人好得 跟穿一条裤子似的 我们俩也像这样好不好 妈 我们这次来呢 其实也准备了一个小节目 真的 来 来 吵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用那滚烫的吃饭 你这样子 如果不小心 我更加拿了一杯 不小心 如果你哪个人 怎么可能 ms头 那些女房子 远路人 我都在那里 我就想不出来 多干什么 我怎么会 你会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 hitting competit del整首不能 Convenience ious 不 那个 妈 我 我 小贤不同意啊 不是 不是 我 他 他不做了 冷吧 小贤 不会 不会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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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贤哪能不同意啊 就是我那边离我上班的地儿近 我就是方便点 你还得跟妈在一块儿住 乐总 真的妈现在离不了人 我知道 我这跟我 妈身体不好 你说妈半夜 那是一睡不行的怎么办呢 妈可离不开你 乐总 你得陪着我 妈 再说了 还有要孩子这件事呢 你得跟小贤一起住过来 妈 您别难受 别难受 行 行 行 我在这儿住着陪您 照顾您 上班远点没事 妈给你那个 营养 辛苦点 妈 喝点水 你爸呢 去哪儿了 泰国 您忘了在我那儿 我跟您说过 我爸去泰国旅游去了 对 看妈的记性 对 过两天就回来 对 对 乐总啊 妈以前好像跟你说过你爸的事 小贤不是外人 妈得再跟你说说 就是她单位女女的吧 还黏糊她 妖精 就把你爸跟前凑啊 你这好难夹不住女斗啊 你怎么长了下去处事怎么办呢 所以吧 等你爸回来啊 你每天帮妈盯着点 下班就打电话了她回来 您 您放心妈 您交给我这任务 我一定给您完成 我都不能让您女的 跟我爸接近半步 对 我一定帮您盯着呢 行吗 她 她 她是 太坏了 是 是 是 妈您晚上想吃什么 傻子呀 你媳妇想吃什么 我吃不吃什么不住 你媳妇想吃什么 我就想 嫌 您想吃什么 妈就想吃什么 不用问她 我知道她想吃什么 我待会就给您买菜去 保证她也爱吃 您也爱吃 好 您就回来家 您就好好养 别让自己成名 爸那儿我替您顶着 主要是你媳妇啊 行 你们俩聊吧 挺凉的 妈进屋去了 我把您送给您 不用送 不用 阿姨妈 让您七老八十 你们俩聊着 也行 问她想吃什么 我搞你不是个事啊 没说我上 我要上这儿来住 就现在弄的 我上这儿来住 我 我怎么住呀 对 她再问多几个问题 我就穿帮了 我知道 我知道挺难为您的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你看她一直在跟你说 她现在就认你 我都没有机会插嘴啊 我没有解释的机会 再说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也都要等到 她稍微好转了一点 再跟她讲这个事 等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她能好转 她现在这个病 麻烦着呢 在我那儿住的时候 指着白天说到晚上了 指着晚上说白天了 天天我都不知道 怎么去回答她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刺激她呀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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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미 你怎么没睡觉啊 怎么啦 爸 儿子 我心里有点 我好受 怎么了这是 我 我好像想起来了 妈有病了 而且是治不好的病 是吧 儿子 妈有点害怕 妈 妈 没事啊 我跟您说 您现在不是回家了吗 您就先好好把身体养好了 完了等您 等您养好了身体过来 那我陪您再去趟医院 好好检查检查 您就知道有事没事了吧 您就可以放心 对 儿子 你有空再带妈去好好看看 行 行 妈想治好 行 我这辈子都陪着您 行 你赶紧在这儿哭啊 我想陪着您 我 我们也陪着您 陪着您 乐总 妈能治好 能 肯定能 别难受了啊 我跟你说吧 妈还得抱孙子呢 妈一定得抱孙子 那孙子肯定长得像你 肯定是个大帅哥 那那 我努力 我努力 妈这一睡不着觉吧 就愿意胡思乱想 你 快别想了 您去睡觉吧 不是 你也得上去睡觉 你怎么在这儿就睡着了呢 走吧 不是 走 咱们上了 不是 您听我说 我为什么在这儿睡啊 房里那个床啊太软了 我这腰睡得疼 沙发硬 我睡得舒服 那还不好办吗 干妈换换 你出妈那儿去 妈那大床那个不软 你睡那儿 你跟小钱睡点儿 妈睡你那儿 不 不 妈 妈 是这样 你看我们俩要上您的房间去睡 这大半夜的 你这都 房里都是您的东西 这 不 不行 不合适 你干妈呀 真的客气的事 走吧 不 就 就算我去您房里睡 我这大半夜把小璇 她都睡了再薅下来 不合适啊 你瞧瞧的呗 你别弄出动静不就行了吗 你不过去睡小家 还以为你跟她闹什么别疗了呢 不会 不会 真不证 我跟你说 你要再降 妈也不睡 反正我也不困 我陪着你 咱俩都别睡 跟你说了 明天再说 实在不行再换个床垫子 这不都是能解决的事吗 我 我去 我去 好孩子 明天妈帮你解决 行 行 我去 听话 别别别 走吧 走 儿子 喵 傻子 老公不在都不知道 乐总 赶紧进来 在楼下睡着了 干吗 干吗呢 赶紧上床睡觉吧 我跟你说 这个床你不是嫌软吗 明天跟妈那换一下 今天晚上将就一下 好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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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换 不用换 挺好的 真的 又 又好了 挺好 你刚才跟我说太软 赶紧脱衣服睡觉 啊 那 您得回去了我的露睡 我看你躺下 不是 那我 脱衣服啊 您能 妈在 我是你妈 不是 您再是我妈呢 我也 你也什么呀 儿子 对 你就是大了 害臊了 是是是 行 你睡吧 哈哈 那个 不许再下楼了啊 哎 不许再看电视 哎 妈 你早点睡啊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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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晚安 睡 哇 别 别误会 不是我自己要上来的啊 我的楼下坐着好好的 他非把我当成乐宗 让我上来跟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我 我不打扰你 你是你的 我在这儿站着 替你手玩 睡吧 不是 师傅 你在那儿站着 我怎么睡觉啊 你要不坐会儿 反正我现在也不困 我坐着你也没法睡 要不正好我在这儿 打个地铺吧 你睡你的 我睡地下 保证不打扰你 哎 你安心睡吧 你安心睡吧 师傅 谢谢啊 睡吧 我眼中第一次 我睡不着了 一些肘子 不寂寞 你 你觉得我睡得了 你睡觉 睡吧 你睡觉 你觉得我睡觉 你怎么睡觉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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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ortun 行 老任 这清理真的有问题了 你说以前我一直认为 他是装的 没想到拼得这么厉害 装什么装 大早我就跟你说过 那青江湖啊 看上去不像个坏人 你说你这一天呢 说打就打 说闹就闹 那年轻的时候不这样 你看你现在变得 破骂张飞的一天 行了 行了 爸 你别说我妈了 我错了 先不说这些 现在的当务之急啊 就是干净 把他婆婆的病看好 看好了病咱们才能踢啊 那行 行 我听你也得了 你这样 你们俩先混一句 好不好 爸 回去了 千万别说我妈了啊 好了 不说了 那行 那你把你婆婆照顾好 这边要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们打电话 嗯 不送你们了啊 行 不用打招呼了啊 走吧 行 那爸回去了啊 行 那个东西收一下 对 好 千万别说我妈了啊 不不不 妈 太凉了 咱们进去吧 哎 刚才是谁啊 没谁 走 哎 捞不上来 他们一看见我就跑 等天好的再捞呗 天好的就好 那好什么呀 哎呀 气死我了 不是你们啊 进来 哟 蝶蝶 你们来了 啊 姨妈 我们今天来是 送勤俭的 好 不坏生女 要结婚了 那个我来正式介绍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以后的老公 任小丁 请多关照啊 哎 哎 恭喜你们啊 你们俩终于修成正果了 好了 今天就别走了 再一把家吃饭 嗯 来来来来 爹爹 祝贺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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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她的酒我现在喝啊 我喝一点 一点也不行 为什么不能喝呀 就是 什么事呢 其实我 已经有宝宝了 所以呢 这次是双洗淋呗 双洗淋呗 你们这保密工作做的 也太厉害了 好啊 真是啊 真是啊 这你妈要是知道了 该多高兴啊 是啊 可是 我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连我都不认识 我每次回去都被她赶出来 哎 没关系 双双 会好的 会好起来的 我们不能放弃 但是 你要注意 姨爹 王叔朗 这家伙 他指不定会是什么坏呢 姨妈 你放心 虽然我妈不记得我 但是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妈的 妈 哎 哎 回来回来 妈你们怎么着急 说我干嘛呀 快快快快 来坐这坐这 我找你们商量点事 阿姨 哎哎哎 过去坐坐 我那边离不开人 哎呀我知道 我让那个点睛和任晓丁 在那看着呢 一有什么事啊 一个电话就回去了 啊 什么事啊 你婆婆不是现在只认识两个人吗 是吧 嗯 还把你当成了乐宗 是吧 咱是这样的 咱给她来一个呀 倒带记忆法 这么治疼 没准你婆婆的脑子就能好 倒带记忆法 嗯 就是呢 是这样的 嗯 就是把以前的那些事 还有说过那些话 给她演一遍 像演戏似的给她演一遍 哎 没准哪个细节 哪句话就刺激她了 她一下就恢复记忆力了 这靠谱嘛 怎么不靠谱啊 你没看现在的电视 和这报纸上都说吗 重复过去的记忆 重复过去的场景 重复过去的经历 就对恢复大脑有帮助 阿姨说的这个方法 我在书上真看过 她不是把你当成恶心以后 才认出小贤的了吗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呢 这叫什么呢 这叫联想记忆方式 就是把一件小事充分地联想 没准她就想起来了 你方法倒有挺好的 但我觉得 怎么了 觉得什么呀 我 我觉得挺为难你的 你担心我 我管没长音 连妈都叫了 我还在乎什么呀 我跟你说 只要能把你婆婆的病 给治好啊 我无所谓 你瞅瞅 你瞅瞅这冠衣男人 那行 那既然这样的 你就把乐宗的衣服 给她找几件 让她穿上 不是 你穿乐 乐宗的衣服 你不是要演她吗 你要演你就像真的似的 对不对 你说她的话 穿她的衣服 好不好 行 那我们先走了 我一准准准 阿姨 那我们坐 不是 你吃了饭吗 你看我那阿姨 给你做的炸酱面 吃吗 儿子 不 妈 您 您吃 妈 大家都说 人年纪大了吧 机力不好 人呢 得扶老 那你说 你承不承认 你自己年纪大了 不承认 妈年纪不大 妈不老 这么说你就是觉得 你自己记忆力特别好 对不对 我什么事我都记得 是吧 乐宗 妈还年轻着呢 妈年轻 漂亮 妈要陪儿子一辈子呢 永远都不老 是是是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妈 你要是回答上来呢 我就给你买好吃的 别给我弄这个 我 我 我不想用脑子 我给你买大苹果 那不有吗 离 离 那也有 那 你想吃什么呀 妈想吃西瓜 没问题 我给你买个 巨大个儿的西瓜 好不好 好 那你问吧 你 你还记不记得 咱俩第一次见面 就是乐宗把我介绍给您 然后你一手抓住我的手腕 就想试试我的武功 我叫你阿姨 你还不让叫你 你让我叫你美总 你特别不嫌我 反正从头到脚 你都觉得哪儿哪儿都不满意 因为我是跳舞的 你 你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说什么呢 小贤 我 我什么时候 对你不满意过呀 我儿子喜欢你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 这瞎说 当时确实是这样 我把小贤带到您面前 然后您跟我说 您不喜欢搞舞蹈 您喜欢那个 就是跟您一样 会武功的 你记得吗 我会武功 不是 不是您会武功 您希望 我带来的这个 您的儿媳妇是会武功的 她不是搞舞蹈 不可能 儿子 搞舞蹈得多好啊 妈最喜欢看跳舞的了 有一个舞蹈的 有印象没有 多好看哪 小贤是搞舞蹈的是不是 对呀 您当时就是不喜欢 她是搞舞蹈的 您说 你妈喜欢 太喜欢了 也不对 妈你当时不喜欢 你特别不喜欢我 你就不想让我 嫁到你们家来 等后来我嫁过来 你还想赶我走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别气我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跳舞 我 武术 就是 那种的吧 找媳妇怎么能找那样的呢 儿子 我跟您说 那她跟你吵架 她会打你的 妈不放心 我喜欢小贤 你们俩去 喜欢小贤 太喜欢了 不是 妈 你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 你要把我赶出 这个家门的事吗 谁那么傻呀 娶这么好的媳妇 要赶出家门 哪有这样的人呢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我 我儿子喜欢谁 我就喜欢谁 我就对谁好 是吧 儿子 你吃 您吃吧 拿去 晚会公司住 你 你 你 那女朋友确实是学武的吧 是啊 当然是不是谁啊 不 不知道 哪 哪派啊 不知道 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不知道 什么你都不玩 你是不是确信养 不知道 一个习勇之家 最讲究的就是仪 你要是今天练不好 别想吃饭 别想睡觉 听见没有 啊 我 无论 没有 妈 你那儿任小贤 和点点对打 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小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吗呀这是啊 我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演得挺好的吗 干吗突然跑掉啊 我错了 我就不该答应你去演黄乐宗 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让你扮演黄乐宗 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是我错了 我没有考虑周见你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没有错 凭像你婆婆的病治好 你想当她的好儿媳妇 你没有什么不对的 可是我呢 我算什么 我在这儿我算什么呀 我放弃掉我自己的工作 来到我竞争对手的家里 穿着她儿子的衣服 说着她儿子应该说的话 演着她儿子我算什么 我这么做有意义吗我在想 你告诉我什么是尽口 你告诉我我还演多久 我们唱作当然有意义了 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也希望她能够好起来 可是好起来之后呢 她明白了你呢 我呢 你应该知道 刚才说的那些话 是我自己心里想说的 我喜欢你 师父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我会觉得自己很卑鄙 你这么说我会觉得自己很卑鄙 我们知道你拿什么来回报你 可是我必须要让你帮我的 因为除了你我想不到别人 我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让她赶紧好起来 求求你了 你别 你不用请我的小姐 你 今天到了我这个岁数 我不会说什么虚情假意的话 我也不读什么浪漫 我只想实话实说 我也清楚地想知道 你的心里感受是什么 如果你拒绝了我 那么好 我继续当她的儿子 我不带任何的感情 可是如果你没有拒绝我 你也告诉我 我在等什么 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留在这儿吗 为什么我那么希望她赶紧好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我欠她 我现在这么努力地希望她赶紧好起来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她好起来 我心里会好过一些 如果不是因为我她会成现在这样 我再赎罪 我再以慌了这种妻子的名义赎罪 我不知道我能跟你说什么 能跟你一个什么样的答复 我也希望你不要在现在这个时候逼我 我没有那么多头脑去想这些问题 我知道我不应该一次一次地求你帮我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该去求谁 因为我知道只有你会真心地 为我做这些 我特别感谢你刚才说那些话 可是我现在不能跟你任何贪忽 我希望我们还站在原来的位置上 我希望我们还站在原来的位置上 过原来的生活 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逼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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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无讨论 我希望你能够找回一篇 我希望你能够找回我 我希望你能够责死 再来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紧的叫孩子们吃饭啊 今天有肉包子 喂 电电 刚得到消息 蒋哥他们今天要卖正道馆 赶紧想办法拖着他们 我知道姨妈那离不开消息 我只能见他陪你 记得搞不服务 姚总 郑大馆 从城里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要不是梅大使有病 我们才不愿出售呢 你呀 真是建了一个大便宜 看人家价位也没建便宜不是 商人 绝对是商人 杨总啊 我们正道馆绝对是个朝阳产业 你看 全国上下 全民健身 老百姓特别喜欢武馆了 跆拳道馆了 特别火爆 而且非常挣钱 黄叔了啊 干嘛 干嘛 又从哪儿找了一凯子要卖正道馆啊 我妈病得这是第几回了 有意思吗 这是我规矩 她现在正在总闹气呢 谁认你闺女 我没有这样不要脸的爹 点点点点 别这样 别让外人看笑了 你看出来了吗 正道馆内部有矛盾 赶紧走吧 你听我说 正道馆卖不了了赶紧走吧 点点 你听我说啊 我看您这儿还有事没解决清楚 走 咱们改召再谈 喂 喂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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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你这个丫头骗子 我怎么不能做主 我不做主 你做主 这个正道馆 我就是要卖了 你能帮我怎么着 你做主 你听什么做主啊 我妈带着我跟我哥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妈创立正道馆的时候 你在哪儿 先进来做主 我告诉你 若黄一定在 你一本就没想卖出的活 你动什么你 怎么呢 你还想打女爹啊 好 你这个好闺女 我还比养你这么大 来来来 你打我呀 女爹 你报应 你怎么办 孩子 你怀孕了 好 太好了 叫别人弄大的肚子 跑到你这这儿 遭到报应了吗 监监他 你就是活该呀 多少事都坏了你这儿 真白痒了你 我今天还可以告诉你 你一直想问我来干什么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就是抓你妈钱来的 我给你妈疯了 我给你妈老日子没了 我告诉你 正当工我不久就卖了 亏得我把钱 我一个人带到国外去 我好好的生活 我气死你们 你这个丫头 监监 你行了吧你 那叫个救火车 你孩子掉到原怕地 行不行 走 好 姐妹 你怎么样 你别吓我 到底怎么样了 喂 120吗 你们赶紧来正道馆 我这儿有个孕妇 现在有危险 你